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好养伤 对吧 代表中国政府 也要向他们表示 也代表中国政府 委问 正经话先说了 然后再说不正经的 奥巴马不是说了吗 说没有充分的证据 我们不能说这个是谁干的 但是你们注意到没有 也很巧合 那正是美国波士顿的一个节 叫爱国节 一年一度的马拉松 而几乎同时呢 平壤是他们的太阳节 也是一年一度的 那是昨天吧 马拉松 对 几乎同时 那是昨天嘛 网上有些人就说 这个两个有什么关系吗 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这个世界上没什么关系 比较有关系的是 最近美国有个电影 叫白宫沦陷 里面就是 讲是朝鲜特工 人占领了白宫 把美国炸得一塌糊涂 我估计这个电影啊 金正 这个谁啊 金正 看了以后就觉得 哎呀 兴奋 这个真是体现了朝鲜人民的这个力量 把白宫全炸了 真是把白宫全炸了 差点毁掉美国 差点毁掉美国 我觉得就是美国政府啊 负责搞好美国 好莱坞负责搞垮美国 是吗 好莱坞负责这个议员 就满足世界各民 各个仇视美国的民族们 满足他们的议员 当然最后还是他最厉害 最后还是英勇卓却的 美国的特攻特战部队 那么虽然战胜了所有的敌人 虽然总统府已经被人家占领了 但是他说我们的国家还是坚强 我们的人民都是这样 对 但是咱们也看看 这个美国人民遭受的损失 有些人真高兴啊 你咱们不能那样 对吗 咱们看看 怎么有些人真高兴 网上有些人又到又过节了 就说这好啊 美国老终于又又又 你看 这个角度的照片看到没有 那个地方 就右上角的 看到火光了 那个王石不是做电话报道吗 王石说都没看见火光 就看见冒白烟 听见的声音跟爆车胎差不多 你再看下边 这个是从另一个角度看 是吧 如果说这个不告诉你 你以为是放烟花 然后你再看下边 反正也有缺胳膊少腿的了 给炸的 听说是 你再看下边 诶 这个 这个腿啊 这个小姑娘 你看打马赛克了吗 还是小孩子 这个腿受伤了 腿断了 听说是 腿断了 你再看下边 这个也是 双腿炸断 再看下边 这个 比尔 这个 所以我说啊 这尽管是很哀伤的事情 但是呢 也有让人觉得有点这个黑色幽默的这个情况 这个78岁的这个老人家跑这个马拉松啊 他不就是在这个中点附近炸的吗 我在电视都看见了他那个冲击波 一下子都被掀倒了 但是掀倒了之后呢 这老头爬起来 他是不管不顾啊 继续跑 继续跑 后来跟这个记者说 说我都跑了26英里啊 说什么人生有这样的机会 他70多岁了 对 我当然唯一的想法就是要完成 所以这个网上大家都在赞扬这个老头 说他病得不轻吗 这很正常 美国的报道很详细的说 因为他这个爆炸了 他说如果不是他爆炸的话 至少还有一万多个人会跑到终点 他们就是关心这个比赛的这个这个这个竞争 还有你有理由应该特别的给他们哀悼一下 你的校友在里面受伤了 谁啊 武汉大学的同学 武汉大学的一个同学 现在在波士顿大学读书 他武汉大学毕业在波士顿 他现在受伤啊 我刚知道 是吗 是你的校友啊 所以我说 而且我也去过波士顿 我去年的这个时候 就在那个地方 我还看到马拉松比赛 就差一年 当然到时差 就文道就说嘛 他这个马拉松是世界 No.1的 是圣地 因为世界所谓六大马拉松嘛 东京 伦敦 芝加哥 纽约 波士顿 三万四个在美国 那么 但是六大里面的波士顿非常特别 因为他跟别的马拉松不一样 很多马拉松城市 马拉松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闹着玩嘛 常常是 你知道很像香港那个马拉松 每年不是人带着头套搞这搞呢 但波士顿不一样 他是很专业的 他有最低门栏的 就你要先跑过某个成绩 在他认可的其他地方比赛 跑过那个成绩 你才有资格去 或者除非有特别的一些情况 他邀请你 那么所以这是一个 马拉全球跑马拉松 跟跑长跑的人心目中的一个圣地 那所以我觉得很多人 如果幸灾乐 或者觉得美国老又挨诈 这个有点奇怪 因为马拉松跟别的比赛不一样 你假如说是个NBA 或者美式足球 那可能很美国 但马拉松呢 这种马拉松 它是个非常国际化的比赛 就每年世界几个大的马拉松 他的跑手里面 其实很大部分是外国人 他是非常国际化 你光看旁边那个骑海 你就知道 所以你看那炸伤的是有中国人的 然后王石也在那的 那很多中国人去跑的 也有很多香港人去跑的 我就认识一些香港人去跑 所以我今天早上就先打电话 给一些香港朋友 还好他们没事 就所以马拉松是跟别的运动比赛不太一样 这种城市马拉松 它是一个国际性的 大家来把整个城市绕一圈 而且呢 波士顿马拉松呢 是特别的难跑 因为它有一段路啊 它是上斜坡 然后再冲下坡 那一段路特别难跑 就因为有这个斜坡 他们又说它是比较容易出成绩 冲嘛 冲嘛 下坡 它破世界纪录 所以它很多人 破纪录都在那 破纪录都在那个地方 而且呢 这个像西方这些主要的城市 它平常不封路 它领导人来啊 什么不封路 就是马拉松的时候 全城就进入了另外一种状态 不过看来 它这个不一定是针对马拉松吧 它大概就是因为 就是一个大家的欢庆的一个公众的一个节日 它要制造这个影响 我觉得它是要抢眼球 所以我觉得这个发动袭击的人 应该不久啊 就会出来宣布责任 要不然就没意义 为什么 你想想看 你如果真的要杀伤人命啊 以杀伤人目的为主的话 他不应该选马拉松 他应该选 马拉松对 炸死的人不多 因为它太扩散 你比如说 橄榄球比赛球场里面 那就不得了 一个场馆 NBA这种 那就不一样 但是当然反过来 你可以说马拉松比较容易袭击 因为它在整个城市范围 它防卫各方面没那么安全 进去的人不需要通过检测 所以我觉得它主要是个抢眼球的事件 多于说真的要造成什么很巨大的伤亡 而且呢 我就觉得他也挺会选这个主旋律的 不是不是主旋律 挺会选主题的 就是你看这个日子很奇怪 有没有关系啊 咱们就说当年911 当年911的这种想象力啊 这个这个idea啊 实际上是什么呢 从精神价值上 蹭你一把 比如说你的美国纽约那个象征 对吧 金融资本权利的象征 然后就选在这个911 用两架飞机 对吧 用你的科技 做你的炸弹 让你捡起石头 砸你自己的脚 等等 它是有一个象征意义的 但是你看这个 虽然咱不知道是谁干的啊 但我就是牵强附会啊 瞎这么想 美国这个历史啊 跟中国啊 有时候就能对位 中国啊 也有个枪声 咱们叫南昌起义 是吧 南昌是打响了第一枪 这个波士顿这个地方啊 也可以说是一个美国的源头 甚至有人说是自由的摇篮嘛 因为当年咱们中学历史上学的叫 莱克星顿枪声 对 我专门去哪 就在 他就是属于波士顿 独立战争第一炮 1775年4月19号 这一天打响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枪 然后你看咱们抗日战争的打了八年 美国的独立战争也是差不多打了八年 而且你看这个日子啊 4月 今天是4月16号 对吧 差不多呢 上一次有一个美国孝颜枪击案 就是 好像是麻省什么理工那个孝颜枪击案 就是4月16号 你知道还有一个4月19号 那是美国历史上死人最多的 这种恐怖袭击 就是那个俄克拉荷马州的 那个汽车炸弹 对 炸死168个人 这个大楼 那个是哪一天呢 就是在莱克星顿枪声的这一天 就是4月19号 所以他们讲都是在 不是巧合 是他有意这么选 所以他们讲都是在4月 4月第三周 都是在4月第三周 因为这爱国日 我觉得选爱国日可能是故意的 那选博士的马拉松 这都是故意的 但是问题是 你真的很难讲是谁干的 因为我们常常本能的 包括很多美国人 可能就以为是什么 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 但不一定 一度传是说有个嫌疑犯 说是杀特的 那是谣言嘛 那但因为我觉得 美国的近50年来的恐怖袭击 其实有很多是他们自己干的 一些极端的民兵组织 一些极右派组织 这都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 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回美国政府呢 比如说像奥巴马 你看到遇到恐怖袭击 跟布什那时候反应不一样 因为布什那时候 马上出来一个态度 就是要报复 就是要找人 但是奥巴马会先说得很清楚 现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们会找到那个人 让他接受处罚 但是他没有马上就采取一种 要报复的那个状态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但是你看啊 你们都是在 尤其徐老师在美国都在 在教过书的 你们觉得就说这种事情啊 是不是会对美国人这个精神啊 又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冲击 就因为他觉得我都打了两回战争 把拉登都干掉了 但是依然打到你本土上 那当然 那当然 是不是会又会形成一个 他很大的受惑 所以他现在官方的报道很谨慎 他尽量先不往恐怖袭击方面去说 对 其实你要说恐怖袭击的话呢 他们目标就更明确 不是就不是伊斯兰极端分子 或者是阿尔盖达那一系列 这是个恐怖袭击 但不是那种就是911式的 可能来自国内的什么风格 那这也叫恐怖袭击 也叫恐怖袭击 对 大概 其实你要说到底 就是这两种可能 就是前面那种 是一个有宗教民族背景的 一种极端手段的斗争 可以这样来说 那后面那种呢 是个别对社会的人士 这个极端的手段反社会 其实后面那种啊 更没办法 对啊 就像那时候油包炸弹那个 对 那个是更没办法 你完全做不到头脑是谁做 他这个人 不过我总觉得这个事情不大响 因为他不可能是一两个人做的这个事情 他有点像伦敦那次汽车爆炸 是他还连环爆炸 他另外还找到四五个爆炸装置 没爆到 还没爆到 所以整体这些事情好像是有一个 就是有一组人至少 是有一组人 而且不像是技术很先进的一组人 好几个没爆炸 不像是以前讲的就是个别的一个人很走极端 就这样为了一点自己心里的问题 总之我觉得他们是故意淡化 我还是怀疑前面那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一千个外国人眼中 打开美善了解中国的门 对话各路 中国通 茅台葡萄酒世界看中国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保险就是阳光 是分担也是分享 是温暖也是希望 保险就是阳光 阳光保险集团 你看我看到这个什么这件事啊 是怎么传到我们耳朵里 我注意到那个三连的朱伟啊 就说呀 说现在每一个搞媒体的人都要思考一下 就说以后媒体的这个传播方式啊 彻底改变了 911我们是在哪看的 我们是在凤凰看的 那个时候只有就在大陆上空 凤凰就是第一时间那个直直播那个嘛 到了今天 后来咱们就在电视上看嘛 到了今天都是在对 这个而且 全是短信 你知道他们这个央视那个不是说 他们这个说的还挺逗 说这王石 说现在请本台记者王石 报道 王石在那电话里还说呢 说我怎么成记者了 但是 就是这个万科的这个 这个王石啊 他不是在现场吗 对 他的讲述 就给央视做的这个 你听到一个没有 就是 我觉得电视啊 有放大的功能 这个所有的人 见到我们的真人啊 都会说 你比电视上啊 脸瘦一些 所以为什么这个歌星 拼了命的他要减肥啊 他哪怕是标准的脸宽呢 他的电视都会 拉宽 你注意到这个样一个特性啊 就是因为电视 而且是有特写的 如果是一个人在现场看 王石就说真的没有 是我们回酒店看电视啊 觉得好像电视上 拍出来的情况很严重 他说但是在现场看呢 因为你在现场 你的眼睛是全视野 那全视野 在那冒了股白烟 那就是其中一两栋楼的楼底 那个声音呢 就就比爆车 它也大不了多少 所以他说 而且电视你看传出来的 都是上几万人在尖叫 他说现场其实不是那样 更大 有些人在尖叫 但是更大部分的人是枉人 因为不知道 就是觉得是个事故 但是这是哪出了点什么意外 你看 这就告诉我们一点呢 电视拍到的这个东西 和你身临其境的这个感觉啊 实际上是有一个强弱的 分别的 就有点像当年 去伊拉克的记者啊 回来都有个共同的体验 就那个时候 美国要打伊拉克的时候 不是满街都很多示威啊什么吧 那我们电视上看到就是人群 汹涌对着镜头 又举牌 很愤怒 但是所有现场的记者都发现啊 其实呢 就那几十个人 挤在马上对着你们镜头 那四边呢 其实空荡荡的 在干嘛干嘛 那但是你拍就觉得 哎呦这不行 伊拉克人民愤怒了 对 所以就是这个感觉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 台湾政坛一团乱象 整天在打架 对 整天在打架 因为他整天就对着那个拍 因为就是电视选择了这个 然后24小时放给你看 那么你得到的印象 他就是这样 不过你刚刚讲到 美国人会不会很紧张 或者什么 我觉得这个影响 我想说回来 我觉得它非常大 因为美国这十几年的 这个反恐时期啊 就等于美国版的维稳啊 这个美国版的维稳政治呢 其实搞到美国人 其实或者跟世界各地人民交往啊 很痛苦的 他牺牲了很多基本 他牺牲了很多东西 然后他的旅游啊 很多方面都受到打击 很多的商业交会 载载会活动也受到影响 有的就跑到加拿大了 所以比如说为什么 部分的美国的产业啊 展览产业转到加拿大 那是为美国搞到人家太不堪了 那么但是呢 他们一直标榜一点 就说他们换回来的 是这十几年 911之后 再也没有过本土恐怖袭击 这是事实 那这一回 我想这个打击就非常大 就你 你搞了半天 你最后还是会这样 所以他现在不敢这样说 他尽量往这方面淡化 这个影响会非常大 影响非常大 我我我 你知道我的第一联想是什么 我就觉得这世界很不公平 因为说实在话 在伊拉克的首都 差不多天天在发生这样的爆炸 我们根本不爆炸 当然 一句话都不提 你说几个人死 几十个人受伤 一百人受伤的 在伊拉克 几乎天天发生 全世界都不打他 当一回事 阿富汗更厉害 就这个事情发生在波士顿 我们的中国的老百姓 手机都喘 就这个世界同样是人命 我不是说美国的人命不重要 但是你看连我都很紧张 要打电话 可是但为什么这么重要 原因就是因为 他牵涉这个超级大国的 整体的国家的战略 所以 假如他是前一种的话 假如他是 最后他们调查出来 是还是一个 假如是有一个伊斯兰教背景的 中东的某一个恐怖组织的 连环的行动的话 他那个重返亚洲的战略 又要调整了 你知道 连韩国的 钓鱼岛的所有的局势 菲律宾那边的局势 都会有变化 这个世界 他的影响就有这么大 他可能要调整 他可能把伊朗的问题 要放在手 我也来处理了 所以 对 你说的这个正式引出 我要跟你们两个人提一个问题 广告之后再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的问题是个道德问题 你看你们怎么回答 这是有的人微博上就说了 说这个公知们 这个现在都很哀悼 对吧 但是他们是否选择性忽视了 4月初 驻阿美军在一次空袭塔利班的军事行动中 误杀当地17位平民 其中12个是儿童 4月14号晚上 美军无人机在巴基斯坦空袭 造成至少4人死亡 今年美国无人机的空袭 已经导致至少67人丧生 这个和这个是一回事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所有的无辜平民的伤亡 全部都是可悲的 所有造成他们伤亡的原因都是可耻的 那比如说像我过去很多年 我在很多场合写过讲过 都讲美国的无人机 是一个非常可耻的一种发明 就它的带来的很多的大规模的平民的死亡 那过去几年太多了 但是问题是我的经验是怎样 过去几年我在很多个场合讲这件事啊 没有什么反应 你懂我意思吗 就我今天看到这个事 很多人就出来骂 就说你们这帮人挨到美国 没想到美国人是自作自受吗 他在别人要杀炉的 你平常有讲吗 我想问的是 现在说这种话的人 过去这么多年 当你们所说的那些无辜平民 被美国军人或者反恐的手段杀害伤亡的时候 你们说过什么 他们自己都不讲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现在谴责 说大家说美国人活该 美国人怎么样的这种人 他平常也不见得有多关注 在中东地区 美军或者美军的盟友造成的伤亡事件 他也没有多关注 也就是说现在今天波士顿这个事件 真正证明了一点 就是美国的事情 或者全球的媒体 怎么样主导了大家的眼睛 就是说美国发生一件事 大家自然都关注 包括那些说美国人活该的人 他们也都比较关注 无人机打死平民 跟这个炸弹炸这个性质还是不一样 因为那个除非是无人机 他的上级是知道会打死人的 否则的话理论上 他是不是似乎有一个有意和无意的分别 他比较相似的是我刚才讲的 你在伊拉克有炸弹袭击 就是那个炸弹袭击 不管是哪一派袭击哪一派 但他的情况都是一样 他杀害的其实是无辜的人 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那个才是一样的 当然他那个误伤也不可原谅 也有很大的坏处 但他性质不一样 这有点像你拿把刀斩家里人 跟你在切肉的时候斩掉了手指 是这种区别 可是就是说民间他也有这么一种 就是说咱们对立两方 我有什么武器 我有什么优势 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类 这个血仇的这种思维 他有一定的这个是怎么说呢 证明性还是什么性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我尊敬 所以才有多久